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热搜挤压生存空间 盘点不带消站完 数据成一家独大就能爆剧 最近热门的除了王牌部队以外 还有讹厂的开年悬疑短剧开端 2022年首部S加 同样也是仙霞101的第一弹镜双城 与此同时还有生存空间 被挤得所剩无几的迷雾剧场淘金 就这些 还忘了在央视同步播的大剧 今生有那你等作品 不再列举 就知道这年初真的是太热闹了 追剧都要把人追忙得起飞 为啥网友会对开端的热搜太多 而感到逆反呢 有多夸张 热搜只要50个席位开端 在高峰的时候就能占30个家 那就是热搜上超过一半都是这部剧的内容 其他的作品基本都会被这样的模式给淹没掉 有人吐槽 现在已经开启了斗地主的模式来玩热搜 串子 对子 飞机 四代二的模式 最后还有王炸潮CP 看到这个吐槽的时候 挺搞笑的 当然开端能爆出这么大的讨论度 首先要归功于题材 循环题材的国产剧 尤其是优秀的国产剧属实不多 大部分人看到 觉得新鲜题材不错 但是 发现没有 不知道是现在的聚宣平台太多 而导致太分散的原因 还是被热搜表面的热闹所影响 反馈的数据根本就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呈现出全平台达到拔地而起的态势 反而在热度之后尽显疲态 有微博热度第一 却拿不到猫眼热度第一 讨论度第一 却达不到全网指数第一 播放量第一 却达不到热度第一 总有一个地方欠一点火候 所以 综上所述 不管是业内还是大咖 都挺在意数据反馈的 那些吵着闹着说数据无用的 其实心里也非常在意数据 可奈何有的句式 粉丝少也能热度高 题材好形成了自然讨论度 还有就是粉丝少 剧也很冷门的 那基本算是很难生存 还有的是有粉丝就有热度的 还形成了自己的宣发小技巧 也能让剧成功出圈 最近 肖战的数据粉算是频繁冒头了 不仅有很高的讨论度 还让那些往常黑肖战的大黑KOL出动 可想而知 这应该算是一个好时机 而这件事情来的有多巧合 就知道肖战的数据确实让人忌惮了 这就不得不说 肖战的数据为什么都过了这么久 还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播了一部全平台算是受众最低的作品 军旅题材的王牌部队 依旧爆出了自己的风格 现在无人不知故意也 肖战从陈情令之后 数据就已经开始成上涨之势 就联合暴击数字事件都没有让肖战陨落 而是将数据这种虚无且缥缈的东西成了具象化的显示 呈现出全平台无短板 只要有的肖战都是第一 第一就第一还是断崖式的领先 2019年大数据中很自然的走出来 开始上涨 2020年持续领跑 2021年打破无数记录 不管是个人超化破5亿 还是短视频平台破900亿 带货能力 都没有出现一个短板 这已经是一家独大 有趣的是什么 现在已经开始不带肖战完了 相信不止笔者一个人看到过这种盘点 会把肖战的作品排除在外 就比如盘点2021年豆瓣电视剧 打分人数过一十万的国产剧 不管是从评分排序 还是人数排序 有些博主就会把斗罗大陆排除在外 盘点近5年播放量的 盘点一番影视剧成绩的 都会将肖战这两个字 直接用号代替 不带肖战完简直就是常有的事情 肖战的一家独大 已经到了多么夸张的地步 所到之处 不仅是呈现断崖式 个人成绩能超过排名在第二以后 取前十位的所有人总和 就比如微博之夜King的评选 还有年度作品推荐 这些都是 说白点 这还让别人怎么玩 然而肖战的数据粉来的巧合之处 就是在王牌部队VIP收官的最后一天 来了 这是一个粉丝多达30万 以肖战的数据为主的粉丝 能被盯上 那说明做得确实很好 有网友匿名在平台上爆料 内部消息 抬走一个有影响力的头部粉丝 三瓦 先放下利用肖战的流量来赚取收益 这事 依旧是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更别说构成复杂的粉丝类型 根本就无法做到统一标准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标准 也认为自己有理 就一句话 那些黑肖战的其实也都靠吃黑流量 靠支持肖战大火的主持人程杰斯 获代的也不错 但有一句话要说 是人都认为粉丝为偶像 做数据全凭一腔热血来坚持 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坚持的事情 光一个平台上的转赞屏的强度 可能超过正常工作8小时 给你带来的那种紧迫感 一顿操作下来不轻松 亲自操作一番 就说热搜话题 连续写原创文案 比写长文都累 猛夸不行的有内容输出 这只是话题 还有很多平台的数据抓取 而且要长期做 这真不是凭热血就能坚持下来的 可在禁言中 因为刷了太多的王牌部队相关的短视频 不得不说王牌部队也开始呈现脱尾效应了 就连央视期频道军事频道 也有出现王牌部队的名场面 虽然是对剧中武器设备的科普 但这些都是出圈的迹象 也再次刷到了艾跃进教授的那句名言尊严 真理之在大炮射程范围之内 实力永远是维护正义的基础 同理 对于演员来说 生存之本 除了数据 前提必须是作品 只要作品底子好 谁都能成为那个数据提供者 心悦诚服的成为那个数据的提供者 更是下多少本都抬不走的观众 演员之需要用作品说话 演技也永远是维护演员的基础 其他留给世人评说就够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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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